一对夫妻从外面旅行回到家 可一进家门就看到客厅里乱成一团 还有一群自己不认识的孩子横七竖八地倒在里面睡觉 看来应该是女儿趁父母不在家找朋友来家里开了派对 男主人正打算把这些孩子赶出去的时候 却听到卧室里传来妻子的叫声 凶杀组的两名警探赶到了现场 柯蒂斯询问其中一名男孩你是几点来的 男孩说大概八点到八点半左右 柯蒂斯问你在聚会上何没说话了吗 男孩说没有 梅当时跟什么人在卧室里吵得不可开交 柯蒂斯问你听到枪声了吗 男孩说外面的音乐声很吵 我们根本没注意到 回到警局 两名警探对梅的父母进行了例行询问 布里问没跟你们说起过要办聚会的事吗 男人说他从没提过这件事 柯蒂斯问他嗑药吗 男人说如果你们找到了药 那肯定不是梅的 柯蒂斯问他有男朋友吗 女人说梅很受欢迎 他身边总是有很多男孩子 布里说你可以提供一些名字吗 女人说有柯蒂斯 他的同班同学 还有班课 在对所有参加派对的孩子进行了问话以后 两名警探得到了以下线索 一个孩子说他听到梅在十一点左右和人发生争执 另外一个在半小时之后听到了一声枪响 但他以为是从街上传来的 凶器是一把没注册的.22口径手枪 这时候手枪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 枪上一共有三组指纹 一组是死者的 一组在系统里没查到 还有一组属于一个叫麦斯威尔的男人 他之前因为贩毒在监狱服了六个月的刑 于是很快两名警探就把麦斯威尔抓来了警局 柯蒂斯问你在聚会上待了多久 麦斯威尔说大概两三个小时 布里问我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枪 上面有你的指纹 麻烦你解释一下 麦斯威尔说这把枪是我刚买的 有个小孩在我口袋里发现了 然后就拿给周围的人看 害得我后来到处找枪都没找到 那个女孩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个金头发的女孩 她能帮我作证 我从进门到出门一直跟她在一起 根据麦斯威尔的证词 两名警探找到了她口中的金头发女孩 布里问女孩你和麦斯威尔在一起的时候 她自己出去过吗 女孩说没有 我真心替比利的女朋友感到难过 不过麦斯威尔确实一整晚都跟我在一起 布里问谁是比利 女孩说没的男友 就是她告诉我聚会的事 她当时跟梅在一起 于是两人又找到比利 比利说我早就想要去上报这件事了 可我吓坏了 本来这就是一次很平常的聚会 梅一知道她父母准备外出的时候 就开始策划这件事了 布里问聚会上发生了什么事 比利说我去晚了 我刚到就被路易斯拽进梅的房间 她拿出一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枪给我看 梅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在研究那把枪 梅开始歇斯底里 她说她收到了一封信 信里面说她得了艾滋病 接着她就开始哭 我也紧张了起来 因为如果她给了艾滋 那很可能也会传染给我 她让我放下枪 然后她把枪拿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把枪就响了 为了验证比利的话 两名警探找到梅的父母 询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个叫比利的男孩 跟所有青春期孩子家庭的父母一样 他们本以为很了解自己的孩子 可实际上对孩子的事情却几乎一无所知 梅的母亲见过比利两次 但她并不知道比利是梅的男友 就在这时 科蒂斯在梅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便条 上面写着梅 我们要谈谈 这很重要 落款是莫莉 科蒂斯问谁是莫莉 梅的母亲说我知道 有个莫莉跟梅是一个合唱团的 但他们应该不是朋友 于是两名警探又找到了莫莉 莫莉说加上梅和我一共有四个女孩 都和同一个人约会 科蒂斯问这个男的叫什么 莫莉说我只知道她的外号叫罗斯 布里问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吗 莫莉说我不知道 我最近没见过她 科蒂斯问你了解梅的现任男友吗 莫莉说你说比利吗 她是个很害羞的人 梅比较主动 不像跟罗斯在一起的时候 科蒂斯说你好像不太喜欢罗斯 莫莉说和她分手三个星期后 我在聚会上遇到她 她告诉我她有艾滋病 所以我可能也得上了 然后她就开始笑 我还以为这只是个恶心的玩笑 她是为了报复我甩了她 但是两周前我去做了检查 我发现这并不是个玩笑 布里问如果我们联系 其他的女孩能找到罗斯吗 莫莉说我已经联系过她们了 想把这件事告诉她们 但我发现有一个女孩早就知道了 她因为艾滋病上个月就死了 罗斯就是个混蛋 她还说要尽可能传染给更多的女孩 要让我们都给她陪葬 回到警局 梅的血检结果出来了 法医却认为是HMV阳性 伤口的角度与比利说的相符 路易斯也证实了比利的证词 并且比利身边的人也都说她是个好孩子 看来应该就是枪走火造成的误杀 检查官助理决定给比利一个认罪协议 这件案子到这里就可以结案了 可科蒂斯却不这么认为 难道他们就放任那个罗斯不管吗 说到底她才是整个事情发生的诱因 而且传染艾滋病跟直接杀人也差不多了吧 可队长拿不准这件事 到底应该归卫生不管还是应该他们管 于是她决定先把人抓回来 要怎么处理之后再说 于是两名警探找到莫莉做检测的诊所 希望他们可以帮忙追踪 把病传染给莫莉的人 可工作人员却说记录是保密的 还是在两人的不停追问下 她才透露了一点消息 她说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有六个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女孩 都和同一个人发生过关系 而这个人在一年半前就检测出HV阳性 可不论两名警探怎么问她 都不肯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这是明知道有人在散播疾病 但为了个保密的死规定 还当作没有这事 这处理事情的灵活能力也是没谁了 在卫生部门碰壁的两名警探 只能找到检察官助理 为了得到嫌犯的资料 助理向法官提出 强制提交病人资料的动议 考虑到嫌犯可能会威胁到公众安全 所以他批准了检察官助理的动议 根据诊所提供的地址 两名警探很快就找到了罗斯租的公寓 公寓管理员告诉他们男孩名叫肯尼 之前就住在这里 但他已经搬走一个多月了 不理问你知道他搬去哪里了吗 管理员说他之前一直在离这里 两个街区的一家叫兰村的餐厅工作 你们可以去那里问问 于是两人又找到兰村餐厅 通过老板娘他们终于找到了肯尼的住所 开门的是个女孩 听女孩的口吻 他应该是肯尼的现任女友 他告诉两人肯尼去离这里 三个街区的训练厅排练去 于是两人立刻赶到训练厅 当两名警探找到肯尼的时候 他竟然正要和一个女孩发生关系 不可能 你会说你叫剩开 你会用刀断著你 在一个法官的法官